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下今週最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啦 空氣清新機這類產品 除了用來應對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在疫情期間更逐漸成為不少人家 Office的必備產品 但市面上可以選擇的型號 功能和價錢都有巨大的差異 究竟怎樣選擇才好呢 最近市委會就選了10部空氣清新機來做測試 結果發現他們的表現都有很大的差距下 當中市委會就測試了潔淨空氣量CADR 數值越高就代表著淨發不同的污染物的速度越快 淨發能力越好 而10部機在清除甲全測試入面 淨發速度最低的竟然只有每分鐘6.9立方呎 最高就有139.2立方呎 測足足足19倍那麼多 而在這點到小米那部就是最快的 而淨發除火粒密的速度表現 在最大的組別就有明顯的差距 這裏包括煙霧、塵埃和花粉 三項成績最好的都是LG 最差的是BMOL 而在這三方面 LG比它足足快了成2.7、2.1和1.6倍 不過有關去除H1N1甲型流感的效率 就全部都可好了 電費自然要測一份 在測試入面 假設每日用16小時的話 一年要交多少電費 當中最大適用房間面積為中等的組別 因為定額功率比較高的關係 電費反而高過最大的組別 所以各位都不要以為適用房間面積小些 耗電量就一定少些 在今次的報告入面 有一個引起各界討論的重點 就是2000元以下的小米空清機 評分竟然比賣接近8000元的Dyson空清機更高 兩者價格差了4倍 結果在CADR這個對空氣清新機來說 很重要的性能測試中 小米居然比Dyson足足多了一顆星 而整體的能源效率表現 小米都還要好一點 當然Dyson都有回應說 單是CADR並不可以反映最全面的性能表現 要用自家開發的POLAR測試才行 所以可以理解成Dyson不滿意消費會的測試結果 不過如果計算後續更換淚網的開支 其實小米都要用到很多錢 雖然開支還未超過Dyson 但它本身超值的性價比就不服存在 所以各位都需要考慮一下後續的洗費 機價便宜不一定真的省到很多錢 不知道各位又有沒有用空氣清新機呢? 看完這個測試後又有甚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HONOR在上個月尾就發佈了他們旗下HONOR200系列新機 在昨天他們就在香港舉行了新機的發佈會 正式將新一代HONOR200系列帶到香港了 HONOR今次聯同法國著名人像攝影工作室 Studio Harcourt 合作 將經典光影人像攝影技術融入到手機鏡頭 並透過AI信法實現給用家隨手都可以拍到遠餘大師級人像寫真作品 HONOR200系列後製鏡頭採用三鏡組合 包括5000萬像素的主鏡頭 支援50倍變焦同樣有5000萬像素的長焦鏡頭 以及112-1200萬像素超廣角微距鏡頭 另外前置鏡頭亦都用上5000萬像素的光影寫真鏡頭 而頂級版本HONOR200 Pro更配備HONOR數字系列 史上最大的1.3分1吋H9000 Harcourt旗艦影像感光元件 而最大的慢點就是搭載了獨家的AI光影寫真人像引擎 將經典人像攝影手法數碼化 讓用家可以在拍攝時選擇三種不同的風格 包括生動人像、質感人像和經典人像 藉此拍攝出立體層次分明 光影氛圍十足的人像作品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在發佈會現場拍的照片 看看這部新機的拍攝效果 而HONOR200系列 除了HONOR200和HONOR200 Pro之外 還會推出入門版HONOR200 Lite一共三個機型 而售價方面 頂級版HONOR200 Pro有綠色和黑色兩種顏色 搭載Snapdragon 8s Gen3處理器 12GB加512GB就賣$4599 而HONOR200就搭載Snapdragon 7 Gen3處理器 會有12GB加256GB和12GB加512GB兩個儲存容量版本選擇 12GB加256GB版本價錢$3299 配有白色和黑色選擇 而12GB加512GB版本就賣$3699 除了黑白兩色之外 還會有綠色 另外入門版HONOR200 Lite 就配備12GB加256GB的儲存空間 有藍色和黑色選擇 價錢就是$1999 HONOR200系列將會由即日起到6月27日正式預售 預售期間買機還會有不同的禮品贈送 不知道大家對這部新機有沒有興趣呢? 又或者想不想我們和大家做一個深入評測? 歡迎大家留言說 在6月初 Microsoft強勢發布全新種類的AIPC 也就是Copala Plus PC 同時找來多間廠商戶航 當時一起發表的Copala Plus PC新作 到今個星期 這些機種亦陸續在香港上市 縱觀各廠的官方發布 各位可以選擇的包括有 Microsoft自家推出的筆電 Surface Laptop 7 和可拆式鍵盤的變形平板 Surface Pro 11 主打鮮薄兼漂亮的 Samsung Galaxy Book 4 Edge 設計上兼顧全方位需要的 ASUS VivoBook S15 還有主打商務設計和功能的 HP EliteBook Ultra G1Q 只計算今個星期上市的Copala Plus PC 至少已經有5-6個不同型號給大家選擇 雖然他們的價錢都不便宜 平均都會成萬多元一部 但有心想嘗鮮的各位 可能已經準備好錢衝去買機了 但比較需要留意的一點 就是這一堆新上市的Copala Plus PC 可以用到的功能並未完備 至少缺乏了一個Microsoft發表Copala Plus PC 用來重點宣傳的功能 而這個就是Record Record這個功能 每隔5秒就會自動記錄用戶屏幕上的內容 再交由AI分析和標記 用戶可以在之後透過幾句簡單的指令 就找回之前在電腦看過的東西 本來就頗方便 但由於自發佈以來 就有不少聲音質疑Record功能 可能會引起私隱危機 不少人對於全時間被Windows監控畫面覺得不妥 一旦截取下來的畫面外流 更加會引起災難級的後果 就著這些疑慮 在上週末 Microsoft就突然宣佈 原定在6月18日 跟隨一眾Copala Plus PC上線的專用新功能Record 將會額後推出 但具體會額後到何時 就暫時未有定案 如果沒有Record這個賣點 Copala Plus PC 的吸引力似乎就沒那麼大了 究竟2024年想買一部AI PC 有什麼需要留意? 又是否真的好像各廠商宣傳到那麼實用呢? 我們接下來都會有芯片探討這個話題 有興趣的話就記得留意更新 Copala Plus PC 目前主要是以Laptop不電為主 但如果是想用來打機 或者進行一些較高需求的工作 好像是執照、剪片的話 目前用家都傾向以Desktop電腦為主 不過現在要一部那麼上下規格的Desktop PC 已經未必需要齊機了 因為近一年來推出的Mini PC 都已經加入了旗艦級數的硬件 好像是今個星期在香港上市的Atomant系列 新品就值得留意了 Atomant是Mini PC 品牌 Minusforum 旗下的另一產品線 推出的產品不單擁有Mini PC 的小型機身 還標榜擁有高階級別的處理硬件 而且每部都有不同的獨特賣點 好像全球最小配備水冷的Mini PC X7 Platinum 又或者是加入4吋 touchscreen 和1080p 前置鏡頭的X7 Titanium 如果有打機需求的話 Atomant還有一些帶有獨立顯卡的Mini PC 選擇 例如採用AMD R9 處理器 和 RX 7600M XT 顯示卡的 G7 Platinum 想再勁少少的話 就可以選擇今次Atomant的重點新品 內置Intel Core i9 處理器 和 RTX 4070 顯示卡的 G7 Titanium G7 Titanium 的外表 和一般的Mini PC 完全不同 用的是立式刀鋒設計 好像一部Notebook 一樣 打直地擺在桌面上 在機身前 還加入了一個工作模式和遊戲模式的切換件 另外還有Full Size SD 卡槽 除了打機之外 將G7 Titanium 兼用來做一部高階的工作用機 似乎都不錯 Mini PC 都算是不少用家 考慮入手的新型電腦 接下來我們都會做一條相關的影片 各位有興趣了解的 就記得留意更新 電腦裏面的AI 不單可以幫到大家寫文件和整圖 其實AI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還有很多潛在的用途 以下這個AI 又養開貓仔的你應該都會想試一下 又養開寵物的大家 最怕就是自己的貓貓狗病了 但又不知道他們身體哪裡出了問題 在日本有一間初創公司 和日本大學農獸醫學部 合作開發了一個叫Cats.me的應用程式 科研人員收集了6,000張貓貓健康和病了的照片 再訓練人工智能系統 用AI來分析貓貓的表情 識別貓貓的表情變化 判斷貓貓的身體是否處於不舒服的狀態 大家只要即時拍下貓貓的相片或影片再放上APP 系統就會出一份身體報告給你 講解貓貓的身體有甚麼問題 系統的準確度達95% 大家就可以掌握貓貓的健康狀況 及早發現問題和治療 現在Cats.me已經在全球50多個國家推廣 超過20萬人使用 APP有日文和英文版本 和可以免費使用兩星期 不知道各位貓爐友有沒有興趣試用呢? 除了用手機AI幫助小隻貓仔 原來我們平日帶著的Apple Watch 都可以幫助野外的大貓 早前一名澳洲的獸醫Chloe Blueting 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幾條影片 片中她將Apple Watch分別帶在獅子的舌頭 和大象的耳朵上 她指出野生動物的救治 醫療工具一定不夠動物醫院齊全 往往會因為設備不足而造成障礙 其中量度心率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 而Apple Watch的健康監測功能 就成為了一個突破點 解決野生動物獸醫面對的障礙 影片發布後 短時間已經有超過10萬個讚 Chloe Blueting都感嘆 今次是一個科技和保育的故事 科技的急速發展 為野生動物提供了生存的希望 希望日後都會有更多科技 可以成為醫學領域的助力 Apple頭戴式裝置Fision Pro上星期在香港開賣 不過接近3萬元的價格 真的勸退了不少用家 銷售成績聽說就比較膽靜 有傳也因為這樣 Apple內部已經暫時終止了Fision Pro第二代的開發計畫 但各位果粉又不用太擔心 因為全民Apple的開發重點 只是轉移了開發Fision Pro的便宜版本 但前幾天有外媒消息就說 Apple正在研發Apple Vision Pro簡化版 而前提是希望不減減太多功能的情況下 可以有更相宜的價格 所以他們就推測這部便宜版的Fision Pro 可能會搭載較為簡單的頭帶 和較小型的喇叭單元 亦都會用較小的鏡頭 雖然就沒有詳細的規格和資料 但就說便宜版Fision Pro 最早可能會在2025年年底推出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一定會比現在的Fision Pro更加便宜 差距大約是一萬元左右 如果推出萬多元的便宜版 不知道你們又會不會買回來玩一下呢? 喜歡看YouTube 但又不想看到廣告的大家 相信都會訂閱YouTube Premium 香港用戶每月訂閱費用是78元 雖然不是說貴 但因為某些地區 例如在印度和土耳其的Premium月費 就特別便宜 甚至比香港訂便宜幾倍 所以有不少用家都會透過VPN 將自己的IP地址 設定價錢較低的地區 去享受更優惠的訂閱價錢 但最近YouTube為了提升Premium方面的收入 除了大力打擊APP 更有消息指 他們的鐵拳已經伸展到 去用VPN訂閱Premium的用家身上 過去這個星期 就有網民反映 他們的跨區訂閱帳號被YouTube檢測到 收到來自YouTube的電郵通知 警告信入面要求他們在期限內重新訂閱 不然就要取消他們的Premium會員資格 目前YouTube主要通過用家的IP地址 來判斷帳號的所在地 如果發現用家長期使用的IP地址 和訂閱地區的IP地址不同 就會認定他是跨區訂閱者 跟手就會取消他的Premium資格 不過幸運的是 YouTube暫時不會直接封鎖這些帳號 而且都未是所有跨區訂閱行為都會被檢測到 有些用家的印度和烏克蘭訂閱帳號 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這次打擊行動會不會全面實施都還未確定 不過也有網民提醒 如果大家都是這種數碼移民 未來沒有必要都不要更改帳戶地區和信用卡資料 或者在家庭帳號中做額外的變動 這樣就可以降低被系統檢測到的風險感化 今集Price Weekly就來到這裡啦 你們又最喜歡哪條新聞啦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啦 拜拜